大家好,又是到了娛樂玩Live聊天室的時候了 今天呢我們請到哪位大來賓呢? 就是沒錯,就是你剛剛看的金玉良臉的張志成 恭喜張志成發片了齁 對 我們先做好了 因為我們的主題就是要穿一樣的制服 對,今天真的是剛進來的時候看的出來 還好我的比較淺啊 做穿一樣的衣服 對,因為宣傳期的關係啊,所以 衣服是洗洗的,我的比較淺一點 做得比較深一點 我們要不要先跟匹克幫的網友們先打聲招呼啊 所有匹克幫的網友們你們好 我是好久不見的張志成 我的意思是我好久沒有見到你們 然後這個好像也是第一次張志成來到我們的娛樂玩Live聊天室嘛 對,然後 今天有很多網友都進來啦 那如果今天你有什麼東西要問張志成的話呢 趕快在我們的Live聊天室那邊 有寫出你想要問的問題好不好 我們待會會有時間 留給網友們 會回答他的問題 對,我會一一的回答 就是 所以有些東西你會自己在ignore就過去了就對了 對,偶爾會啦 因為匹克幫嘛 就是我 我記得我低潮的時候 我常常就會寫很多部落格 那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我 過去的一些 低潮寫過的東西 聽說是有一點點的 我言論還蠻大膽的啦 因為我有時候忘記自己是一個 藝人 我覺得就是 休息的時候發個聲這樣 我們回到主題 他很容易就把東西再牽回來 好啦,不如說我們剛才看了金玉良言 也是這個 在休息兩年之後 又重新發了一張專輯 我們聊一下這張專輯為什麼要叫金玉良言 這張專輯叫你愛上的 你愛上的 然後主打 歌是金玉良言 金玉良言 那金玉良言的 它是很好的一個開門歌 所謂的開門歌就是 專輯裡面一定要有一首歌 就是代表著整張專輯的音樂性 跟它的主流性 那我其實金玉良言這個歌 裡面的歌詞我很喜歡 比如說 說思念太丟臉 那說明天就是太冒險 有時候談感情就是這樣 到了一個點 你想要跟對方說我想你 那個好像沒有什麼面子 然後如果要說 我跟他繼續再下去嗎 好像又有一點冒險 所以最後我就說再見 是最好的金玉良言 那我們不如先說再見 一語雙關 再見可能就是 從此以後我們就不見 或者是 後悔有期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再見的時候 試過境前還是朋友 所以這也是你本身的感情觀嗎 我覺得每個人都經過 尤其是這個金玉良言這個歌 它厲害的地方在於 並不是我唱 是我覺得詞曲上的搭配跟編曲 我覺得當你兒子 在去聽這個歌的時候 很多很多的畫面是很立體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段 不為人知的過去 過去 有雷同也有不同 雷同是因為故事都差不多 不同是因為 每一個人的背景不一樣 嗯 好 然後 因為我看 應該不是你剛才突然停頓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怎麼其實也要小小的尷尬 然後聽說這支專輯 自己有投資對不對 對 這是我第二張投資 我簡稱私生子的專輯 沒有啦 其實這兩張才是我的正攻 才是屬於我的青生孩子 以前就是有前唱片公司幫我 發了五張的唱片 那也因為那五張 所以我才有這 勇氣做這兩張我自己投資的唱片 上一張是我自己製作 暗戀對不對 對 暗戀是我自己製作 整張的唱片 這一張是我找了 就是寫金玉良言的很好的老師跟朋友 叫彭學斌 大家對他也很熟悉 因為近幾年有寫過很多的歌 比如說 隨便說就有沒有 寂寞好了 還有什麼崇拜 還有就是 我也很想他 別人一樣 我也很想他 都是他寫的 這是比較快智人口的歌曲 對 我的暗戀也是他寫 那其他 一直都有寫我的歌 只是 沒有製作過我的唱片 這是他第一次 以一個朋友 一個老師 跟一個製作人的身份做我的唱片 所以這跟上一張有什麼差別 就是跟上一張的差別在這邊 最大的差別在這邊 那自己 好像是藝人公司對不對 好像校長 健壯中什麼都要做的 對 藝人公司 很辛苦的地方 很忙碌 我家裡有那個掃描 那個傳承機 還有影音機啊 全部都是自己來 對不對 對 我有大概三個電話 要自己接不同的電話 然後打給不同的人 這樣 所以包括很多東西 都要自己聯絡 包括訂錄音師 對 第一次是兩年多前 因為第一次做 開一個小的製作公司 就一定會有很多的 就是 遊靈開始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沒有抗拒 那一些工作 是因為我覺得我必須要經歷這一段 我才能有更多的經驗 給我下一張 甚至是幫到我一些圈內的朋友 自己做唱片的時候 我有很多的 所謂的資源 可以跟他們分享 剛剛有一個網友說啊 有沒有跟 在製作過程中 有沒有跟彭老師 有沒有意見不合的時候啊 我們嗎 我們意見不合的階段已經是在 大概是 換日線跟 末日之戀那一段 才會有意見不合 現在的階段已經合作了十幾年 兩個人其實我 我根本不用講什麼 只要我 我唱一段 他大概知道我的狀況 好他就會喊停 然後告訴我一些什麼 他就唱什麼 我覺得這種默契是 非常的難得 而且合作了十幾年來 就是 就是一路的默契直到現在 所以我們剛剛有回答這些 這個網友的問題 然後我們繼續下一個 那就是說這個 專輯好像也是去韓國做 後製 所謂的後製 大家會問說 專輯不就是編曲作曲嗎 後製的意思就是 當你唱完了整個音樂 做了很多的一些剪接以後 最後就是要做balance 所謂的EQ 哪裡要大聲 哪裡要小聲 位置要放在哪裡 所以韓國做的是 這樣子的混音動作 跟母代後期處理 就是把所有的應該放大的聲音 放得更大 就是等於說最後一次的polish 把它弄得很美 所以在韓國其實他們 這個老師真的很專業 那可以在他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東西 那在韓國 好像在韓國也待滿久的對不對 在韓國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其實決定要去是因為我 緣起來自於上一張靖茹的 情歌沒有告訴你專輯 我跟著過去 因為我那 我有製作兩首歌嘛 然後我就認識了他們當地的翻譯 然後就決定要去試一試 因為我很多 創新的感覺 對我六張唱片 都是在台灣 台灣錄 混音跟馬來西亞混音嘛 所以變成說 我相信老師們都非常的專業 可是我想要有一個新的耳朵去聽 我覺得只是差別在一個新的耳朵 我覺得專業度都差不多 而且這次張士誠的MV 好像找來一個依乃的女生對不對 上次的暗戀好像找來一個好朋友對不對 陳德烈 陳德烈先生 然後這次MV又不太一樣 然後剛剛有躺在浴缸的啦 然後還有趴在身上的之類的 對就是 依乃就是所謂就是網路沒少女 就依乃 那與女主角合作的感覺有沒有這樣 有沒有覺得還不錯 我要特別感謝安妮 女主角是安妮 她非常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敬業的演員 跟藝人 然後 她完全不會害羞 當然 在最後一幕 她必須要把 內衣脫掉 面對我的時候 那一刻是真的有點征戰 因為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在 都是男生 但他們現場不是 爽翻了 我有偷偷瞄 然後他們到底助理啊 那種網路啊 那種宣傳 到底沒有偷看 他們都很專業 他們都沒有偷看 都在看 大家都很專業 在那邊說 我們很盡力的盯著你們看 他們沒有直接看 沒有啦 很專業的在那邊看 當然有做很多安全的措施 可是我覺得那個動作是 對於一個演員來講 如果你從來沒有做過這個事情 會非常的別扭 可是 安妮 安妮是真的很專業 很專業 然後很快 我們大概三個take 四個take就可以結束 所以 其實那一段要表現的 就是一般正常的男女 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會經歷過的一些 親密的動作 我覺得 也是很健康的 我要提倡的是 健康的 健康的 戀愛 剛才裡面還有提到 有潑水的部分 他現在被潑水的 對 因為在陽明山上嘛 然後 而且 前陣子我們拍的時候 是比較冷 比較涼的 水雖然是熱 可是你知道 化妝啊 頭髮弄好後 又涼了 兩個人就坐在裡面 那我比較幸運 我是男生 全身都是濕 然後 就回憶一起 小時候玩水那種感覺 那就是很冷的時候 好險那時候 不是有那種 寒流來的時候 就還好對不對 算是有一點耶 那時候比較冷 因為MV是大概 差不多三個禮拜前 一直拖 一直拖 拖到涼為止 真的嗎 對啊 因為如果是天氣很熱的時候 那這張專輯 你愛上的裡面的話 剛才有問說 你最喜歡哪一首歌曲 哦 嗯 其實 我 我覺得 我很難挑耶 因為 畢竟這是全新出爐的專輯 我也還在提 這是你自己最喜歡的 如果 要我挑 的話 嗯 應該也是金玉良一 風很早 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分數很高 另外一首歌就是阿冰的那一首 方炯冰寫給我的那一首 你愛上的我 就是同名 有點同名的 對 你愛上的我其實很秋天的感覺 我因為這個歌 所以我想要做一張比較秋冬的專輯 嗯嗯嗯 所以裡面熟的歌陸陸續續的時候 你要看到你的都微微驚啊 還蠻秋冬的 對我是微驚男 哈哈 暖暖男 好啊 在這個兩年的再發片啊 因為好像已經開始跑通告了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啊 剛開始 比如說我第一天錄那個 天災衝衝衝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反應好慢喔 沒捏土的時候 那只要三滴我都看不懂 我只要兩滴 就是永遠都是 就是只有扁的 沒有沒有面的你知道嗎 就是很好笑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已經好很多 嗯 因為畢竟會把 就是很享受每一天 就是上通告的感覺 因為雖然是 大家覺得我們會講同樣的話 可是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 嗯 樂趣 因為我可以在同一個話題 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講 啊 非常好 那在這兩年期間啊 好像張志成也做了 也要去旅行對不對 去旅行的一年 所以要不要告訴大家說 這兩年來你在做什麼事情啊 嗯 兩年多除了有一些慈善啊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表演 嗯 我也在馬來西亞當了四個月 三個月的 呃 帶狀的DJ 就是每天都live 一天 就是四小時 嗯 也演了一個電視電影 就是有很多的吸收 嗯 然後去美國好幾趟旅行 住在那邊 然後 去尋找音樂的元素 去看很多的演唱會 有去看了很多 有去看Beyonce的 有去看Steve Wander的 嗯 對 以Steve Wander特別感動 看葛萊梅還有MTV頒獎典禮對不對 那葛萊梅頒獎一定很大對不對 對 我看那兩個是類似這兩個頒獎典禮 可是其中一個是叫 告示牌旁旁的頒獎典禮 就是Beyonce 而且在那邊表演很很很很厲害 很屌的那個表演有沒有 然後 後面有大屏幕的那個 對對就是那個我在現場 而且我坐在門前面 那個真的很厲害耶 那個現場表演真的非常厲害 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厲害 然後我有看的就是美國音樂獎 也是Lady Guys 很多很多人都在現場表演 你們現場就覺得很激動 看到這些人 然後更激起你要 我那一刻是感動的 因為 我第一個收到電話就是我表妹 我說 表哥 你為什麼去的時候 不叫我 不帶我去 每次不帶我去 我說你有時間嗎 因為你要去做這種事情 你要衝動 那我都是那種 比如三天 一個禮拜時間決定要去 我覺得 做任何事情都要激情 如果你一早 就是plan好的東西 到時候你有時間 沒時間去的話 你會很失望 我喜歡就到時 我就找到那個時間 我就去 然後去的時候就很放鬆 是很臨時決定的事情 所以你會不會有一天 就突然閃電結婚了 就閃婚了 結婚是一個不歸路啊 我應該歸路 感覺好像是很容易 閃婚的感覺 沒有那麼快走到 就是愛情的 就是愛情的 墳墓啊沒有 就是 婚姻不是開玩笑點對了 到底是不是適合結婚 最適合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因為你結婚之後 還有很多善後的事情要辦 那種善後會讓你非常的煩惱 對啊 有看到 有看到 靖茹小姐的婚禮嗎 當然啊我去了三場 就是她 真的很累齁 我是巡迴的 我就說 當時媒體不是訪問我嗎 我說我可能 再去第四場的話 上海那一場我去 我就變成嫁妝了 就送出去了 就整個都送出去了 對啊 她也有叫我去的原因是 因為她有一些姐妹 她想要介紹給我 什麼的 不過 我感受到那個幸福 因為她是個女生 女生感受到的幸福 跟男生感到的不一樣 因為男生都是 照顧別人比較多 對 我覺得 我很替她開心 因為 Tony本身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男人 那 而且她不單只是照顧靖茹 她連靖茹的家人 所有的 就是連表哥她都很照顧 所以 應該是差不多絕種 所以靖茹真的很幸福 好我們剛回答 剛剛再 錯過回答一些網友問題 剛剛有人問說 因為最近很多男生啊 他們都開始挑戰出寫真集 就開始練身體 比如說像幼聖啊 巨石之大鳥 然後還有一個 A4的 A4的賀君翔 然後有沒有想法 想要會 未來會不會出一本寫真集啊 哇 如果我要出的話 我不會像他們那麼便捏 我要全裸 三點都漏 所以你未來會 如果出的話 要就狠一點啊 不然我怎麼贏啊 那真的很 哈哈哈哈 不過現在科技很發達啦 就是可以調整 哈哈哈哈 誰知道啊 我也沒有穿衣服去宣傳 對不對 也是 沒有啦 我覺得那個是 這是 對 自己的一個 喜愛 可是對我要講我還好 欸你看你的網友 你的粉絲們全都說 買 買拖 我全部買 我一定買 我只是說 如果全球銷量超過百萬 我只好做了 哈哈哈哈 粉絲們還知道 好好是百萬 耶 沒有那麼容易達到 欸沒穿衣服還去宣傳 還有什麼 有錄影存證喔 有人說有錄影存證喔 有人幫你錄一下 可是我沒穿衣服 我上不了電視啊 怎麼宣傳呢對不對 沒有媒體要報導啊 我們一定會很多 那種沒有打馬車 可能會出現在網路上面 是喔 是的 你們都很壞 會去看這種 沒有那再來就是 私底下的那個 裝置場好像 有一點點小小的興趣對不對 喜歡打 打網球 不是打網球 打牌 對打牌 打牌打網球都很重要 還有就是 呃 就是打羽毛球 跟朋友出去逛街 喔 聽說我成了一個麻將 麻將團 是不是 我們已經打了好幾年 大概七八年的 統一批本 就是很好玩 大家麻將社裡面 就像一個 你知道那個Friends 這個電視劇 我覺得很像 就是裡面你會看到 呃 他會帶男友 一個會帶女友什麼來 然後就人來人往這樣子 很好笑 因為你們的咖裡面有 聽說有無客群啊 還有大鴨 對不對 藝人的話 所以只看過他們的男女朋友就對了 呃 沒有 哈哈哈哈 沒有啊 他們已經爆料了 沒有 看過又如何呢 就等於他們看過我的樣子 大家都是好朋友的嘛 對不對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對啦 我覺得朋友 就是抱與祝福的態度 而且我自己從來不會討論朋友 私下的東西 因為 呃人家給我 像我其實有很多的秘密 我朋友的小時候的秘密我都保 保護到現在 保護到現在 20年的秘密我還是不會跟別人說 所以你是那種樹洞 我們跟人家說秘密 我絕對是一個洞 哈哈哈哈 是一個樹洞 假設不會出現 我真的很保守秘密 所以你自己的排技好嗎 你覺得自己的排技 我的排技 呃 很好 可是我的排品 並不是很好 啊 生排品不好 因為我是一個很直的人 因為生氣 我的人就會生氣出來 我不會就是憋得很久 可是我 我覺得好玩啦 離開排桌以後就什麼也不是 我的排技還算蠻好的 因為我喜歡打得快 所以排品不是很好 排品 我自己覺得不好啦 人家還是覺得 我覺得每一個人 看你怎麼 怎麼看自己 跟怎麼看別人 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 好習慣跟壞習慣 對啊 然後接下來發完唱片 就是現在在發唱片嘛 剛才其實很多網友在問說 欸 張哲什麼時候來演戲啊 演戲嗎 對 要看我演戲嗎 欸不會 我上次有去看你演舞台劇 那個我要成名 表演樂劇 還可以嗎 不錯啊 而且很好看 你的人真好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覺得那個舞台劇 是真的還蠻好看的 我 so far 我覺得我演過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滿意 是我剛出道的時候 《May I Love You》裡面的特別版 我跟丁曉晴演的《愛上音樂》的故事 那如果有一些歌迷可能會擁有那個VCD 那裡面演的就是一段45分鐘的音樂劇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一段我自己還算滿 因為我演得比較自然 其他的我都覺得我還沒有演得很好 那當然我會努力 所以就是如果有機會會演的話 像我的金玉良演的MV 跟我的《香風恨早》MV 我都會親自下海去 比以往演得多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點點進步 有啊 大家都說 我有看過 還有《高校鐵金剛》 欸說著說這 《高校鐵金剛》 我看起來還算是OK 稱職 欸那在舞台劇跟演電視劇方面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一個是很現場的 全部都有觀眾 嗯都很 都喜歡 都刺激 因為舞台劇是那種 你現場反應很重要 對啊 那如果你演那一個本來是喜劇的東西 沒有人笑 那你是失敗 很尷尬 對感動的時候沒有人流淚 你也不對 所以那個是非常的及時 那個壓力很大耶 壓力很大的是很刺激 那演戲的話就是 你是一個很團體 而且 就是 NG可以說來 慢慢磨 對慢慢磨 就我覺得不一樣 因為我看舞台劇 上去看那個啊 你們每個人也好認真喔 就是大家非常毛起來演欸 因為他基本上我要成名 要講的就是比賽嘛 然後我們就是 一半演戲 一半是很真實 因為我們不知道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也不希望 堂堂一個張志誠 就是堂堂都不會被選到 那種感覺 那每一個人就堂堂一個 戴愛玲 或者是楊培安 或者是甚至是 呃那個 范逸誠 他們 他也同恩 他也不想 不被選到 因為導演會 就即時看誰的表現比較好 所以才去選 喔 了解 這一次發片的時候啊 好像是圍巾是你最主要的 的一個裝扮對不對 對 我是這個 這個 就是 呃 圍巾男 就是給你軟軟的 嗯 心情的圍巾男 嗯 就是我這次有很多的圍巾 在韓國也買了很多的圍巾 聽說 就是一條圍巾 大概買了100條 一個款式這樣 買100條啊 蛤 所以你交這種圍巾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每一坨圍的 待會張志誠 現在好像要幫我們來圍圍 教我們怎麼打圍巾對不對 呃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我們的圍巾是這裡 馬上來 就在這個 就這一坨 好 就這一坨 對 我們現在來教網友怎麼 我幫你拿好了 要怎麼圍才圍出 你這麼帥氣的味道 就是什麼形狀呢 你看喔 大概是長條對不對 然後看你 看冷不冷喔 就是 最簡單的不就是那種嗎 就是這樣子圍 這種 就是帶一點點 對啊 類似是 可是很多人會很規則的 把它變成 可是你可以很不規則的 把衣帶 很casual的做 對很casual就可以做一個 那如果你另外一個違法 就是那種 對啊 我們現在已經是變成女人 我最大的結膜 在做 其實你可以 另外一個 大概有兩三條 這種是最簡單的啦 我要稍做一些調整 就是 稍做一些調整 對 一些調整 做一些 對啊 類似 看你的高度 如果你很高的話 你可以低一點 如果你像我不高的話 你高一點 然後 再搭另外一條 不同顏色的 就有一件搭配層次的效果 OK嗎 可以啊 我一起來可以嗎 大家對我說啊 來學一下 來學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 這條威 那個什麼 娛樂玩裡面的好康松 你們會送出來 我現在把我的汗都吸在裡面了 等我一下 這樣證明是不是有我的 我也噴一點香水 噢 噴一點香水 噴一點香水 所以這條威樂玩的 威樂玩的好康松 會送出這條黑色油 將這種醒過鼻涕 也擦過香水的圍巾 會送出去 沒有 沒有鼻涕啦 沒有亂講的嘛 你剛剛都已經弄過了 然後大家 至於怎麼樣 送的話 明天才會知道 好不好 我要告訴大家 好 謝謝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要今天做一個小小的東西 要送給網友 也是要送給網友 你不是要示範你要打嗎 我沒有 你現在貓汗了是不是 對啊 好 我知道 對對對對對 然後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會在 也會在娛樂玩Facebook Facebook留言 對 娛樂玩Facebook留言 會被挑中 好 我們先移架張智晨到這邊來 好不好 有移到這邊嗎 對 我們先稍坐一下 好多星星喔 對啊 接下來呢 我們會直接送一張 那個小卡片 會送給網友 那 這邊有很多的顏色可以選 然後我們的主題是 金玉良言的小卡片 嗯 我們是金玉良言的小卡片 為了不要搶了 我的衣服的顏色 我就調這個 喔 調這個顏色 調這個顏色 在這個的時候呢 如果網友有什麼問題呢 趕快現在可以發問 現在可以 你的金玉良言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全部都用金色的 金 那就是金嗎 金玉良言 全部都可以用金色的啊 然後我們來聊聊 在美國的時候 好像聽說 聽說你差點花了一百多萬 買一支麥克風啊 對 我還是去 Guitar Store 最有名的那個樂器行 叫GC 然後去了好幾趟 然後跟他的那個總 那個經理 他拿了很多的示範的那個麥克風給我 就是在現場 是 而且我跟他在網路上 Email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報價單 一直在報 一直在 我差一點就買下了 我心目中最棒的麥克風 最棒的麥克風 對 那個時候 我也問過很多人 我是不是 他們說 你瘋了 我說 對啊 我怎麼辦呢 我想 我希望要有啊 送給我自己這一次 有勇氣做這樣唱片的那個 可是你有勇氣 你沒錢了喔 對喔 然後 後面還要做後製 我還要包裝 我還要 我還要宣傳 那時候考慮了很久 到最後我決定 決定放棄 我決定 不是放棄 我沒有 在我的字典裡沒有放棄 喔 OK OK 就 我決定 先把它割著 對 我先用時間去把錢賺回來 有天要把它賺回來 有能力的話 我就要把它買下來 喔 那我覺得他算是口 就是表演唱歌的人 我希望自己會 有一個代表性的 請問他是什麼顏色 例如小白啊 它是什麼顏色 它是Beyonce用的那一支 那一支是金色嗎 它有一點銀色 銀色 所以叫小銀 銀色亮 然後它所有的東西都是頂級的 所以 才會 它不只是麥克風 它還有所有的電腦程式控制的東西 所以音控的一個set 大概要一百萬台幣吧 一百萬多萬台幣 哇 對啊 就是 所謂張惠妹有小白那種啊 鏡如也有一支是金色的 金色的 對 我好想擁有 我希望有這個能力 有的話 我到時候每一次 出來表演的時候 都有一支 這個麥克風 當作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啦 粉絲們 還沒有買這個 愛上 張志成的這張專輯 的東西 趕快去買好不好 讓他趕快 擁有這一支 這叫什麼 小銀嗎 小銀亮的麥克風 讓他可以 開口唱給你們聽 我跟妳說 我現在都不知道自己來幹嘛 到底要黏什麼啊 你就 連一個金玉良言的小 小卡片嘛 你要是要送給粉絲們嘛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 你在美國有沒有遇到什麼趣事啊 除了看一些表演之外 美國很好玩耶 有時候在街頭上啊 就是在LA嗎 就是那種 為了要 因為冬天為了要抗拒 要抗人家用那個 抗寒 真皮的什麼什麼 皮草 皮草之類的 他們全裸在那個街上 然後男男女女 就圍著 有一張紙這樣 就是寫著很多字這樣子 然後就會很 一直跟你聊天 來拍我啊 所以他們是在全裸的狀況下 在路上跟你聊天是不是 對 我覺得好好笑 好有勇氣 不會中白條 你是去 你是去紐約嗎 還是去LA 紐約也去過LA 大部分都會在LA那一帶 然後有去西雅圖 我很喜歡西雅圖 因為西雅圖是那種 我覺得 它是有山有水的城市 很舒服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大概也是十度左右嘛 然後在那邊 學生會的地方表演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 而且去那邊 很有趣就是我去鼎泰峰 那邊有鼎泰峰 可是是老外當 胡神 胡神 你就覺得 等一下我把這個拔掉 等一下我雙眼皮貼 不好意思 太真實了 哇你看他現在整個就是 你現在是要參加素 那個素顏單元嗎 就是我卸的妝 其實還比較帥一點 哈哈哈哈 我是很不喜歡化妝的 因為 有到一邊洗 一邊用一邊來跟著聊 你有沒有看到他 一心二人用 這很好笑 我就看那個 我說那個 那個 鼎泰峰 你一進去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老外服 然後左邊還有一個 喝酒的吧台 就是覺得 這個是鼎泰峰嗎 就是一直發麻 鼎泰峰峰 好酷喔 又有雞湯可以喝酒 所以你喝酒 喝一喝喝一喝 但你很熱身 哪一款雞湯 那不就錢貴了嗎 對啊 就覺得好像拿兩支麥克風來 你就可以唱歌了 因為那邊有很多台灣的學生 所以很開心可以去 有時候去美國啊 去澳洲表演的時候 都認識很多台灣的學生 當朋友 他們回來之後 都是變成我的朋友 都變成好朋友 對啊 真的不錯欸 為什麼都這麼 然後 然後 一邊喝酒 我看 還是應該是沒有辦法 然後 他現在 沒有辦法一心二用 導致於 他現在跟我在聊天 他沒有辦法 手寫任何的東西 或是手貼任何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安靜五分鐘 不用不用 你繼續續續 我要練習 現在我不知道自己來幹嘛 可是OK 欸有一個人問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你的粉絲們 他就說 哪一首歌 啊 是我看錯 我剛剛 說唱哪一首歌 最難聽 難聽 我這一次 我這張唱片 其實很多歌都很難唱 就算是2013 其實我也把我的Key定高了一點點 然後最難唱應該是相鋒恨早 因為 他有很多的情緒 他的字要很清楚 因為我要講一個故事 那我沒有辦法就是 含糊帶過 所以我每一個字 我都要唱得很用力 然後又要很內心 用力跟內心之間的拿捏很難 可是我很開心自己 唱完以後 製作人也覺得滿意 因為畢竟這是很難唱的一首歌 所以有回答到這位網友的問題嗎 最難唱的就是這首歌 慘了啦 我本來的綠色變成藍色 你看啦 紅配綠啦 你看都是你們啦 你看他現在沒有講演欸 好像是一坨什麼 這個是一坨 一坨魚嗎 然後上面 上面一個場 欸你自己小時候的時候 在做畫畫的時候 是會畫畫嗎 我永遠都不及格 不及格 都是第一 我很怕畫畫 因為我沒有那個 我是坐不住的人 所以畫畫是很有耐性 你慢慢的想 然後 然後我很羨慕我朋友 就是看著我的時候 他可能把我當成是卡通 而會畫成一個 卡通 我覺得你們的 卡通以前的話 就是算是美術不大好囉 就是美術 但是音樂方面很有天才啊 有一次這樣畫的 畫到個鼻 我就已經在這裡笑反面了 很開心啊 很開心 對很開心 還沒畫完 來一邊 你不要畫 我幫你拿著 沒關係 來吧 我覺得這樣比較自然 剛剛有人網友說想聽 張志誠唱歌欸 想聽不是來Legacy啊 我10月5號嘛 是的 現場我會 現在要 現在要唱嗎 現在 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們就可以偷偷的清唱個幾句 有人說 有人要點歌欸 點唱台語歌欸 張志誠會唱台語歌嗎 誰 那個是誰 那個已經剛洗過去了 西班洗過去了 不知道是哪一位 Tony喔 Tony Tony你剛剛點 Tony你剛剛點台語歌嗎 是嗎 你要回答我們嗎 唱街奧 隨緣 街奧是你有唱過嗎 為什麼大家都要點街奧這首 我沒有唱過街奧 街奧 給我幾句 街奧怎麼唱啊 有一個人 哪老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哪老 哪老 你的Key在哪裡啊 我跟不到你的Key啊 被你拉走了 欸我不能跟R&B小王子比啊 怎麼可以跟你比呢 我覺得唱的最好的是江蕙姐 江蕙姐 不敢超越 那你有什麼台語 沒辦法超越 那你有什麼台語歌 不錯的有沒有 我最有名的成名曲就是隨緣啊 隨緣欸 真的欸還有那點隨緣隨緣 對 我有唱過隨緣 過舞女 龍蝦 你有唱過舞女這首歌嗎 舞女真的沒有 那是小S吧 我唱的是隨緣啊 就是陳雷那首 無緣無緣 這一切隨緣 就唱到這個 好像喔 有台語唱 有沒有 哇 真的很好聽欸 你模仿得很像欸 所以剛剛那是用R&B的唱法在唱嗎 沒有 那個是台語唱 沒有 你可以用R&B的方式來唱一下台語 可以嗎 用剛剛那一首 那一首來唱 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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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 緣 很怪欸 好怪喔 很R很R很R 非常的R 好啦 好讚啦 還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現在趕快問 不然你待會就來不及問了 不然他現在一寫東西的話呢 我想他又要開始坐在那邊跟我聊天 我真的覺得我 是十個字欸 好沒有創意喔 根本沒有那個 你可以 包圍你做唱片那種想像力 放在那時候 就是顏色 就是顏色 這部都才可以考你的小 好不好 你看我還要幫他配顏色 來個顏色 這邊有那個 小星星啊 你可以用小星星啊 喔 好啊 你繼續問我啊 我可以 可以的 好啦 剛剛突然有問說 你會做台語專輯嗎 我想應該 我有考慮過欸 真的啊 其實 專輯的話 不如單曲吧 因為我覺得 要把台語歌唱得很有感覺啊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如果我能夠做得到的話 我相信 也是另外一個境界 而且我發現你剛剛唱台語的咬字其實還蠻清楚的欸 你本身會講台語嗎 我還好一點點 因為來台灣那麼久了 嗯 就是從聽不懂的 然後慢慢贏 越來越 就是 還可以 喔所以現在說台語你買通 喔 我聽有 你聽有喔 剛剛有人問說 欸 在國外這麼久啊 有沒有厭譯 有厭譯嗎 當然有啊 喔他都說有欸 喔他都說有欸 就是 頂點啦 那你要跟我們講說什麼厭譯嗎 蛤 有什麼厭譯 就是厭譯啊 我們知道這兩個字 厭譯國語怎麼寫 我們是說 你知道厭譯的意思是什麼嗎 沒有啦 一定會有一些異國情緣嘛 喔 然後短暫停留那種感覺 喔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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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有這麼多歷練唱這麼多情歌 不然我怎麼一直唱情歌 剛剛有人問說 10月5號的那個Legasene演唱會啊 可以在這邊點歌嗎 你那個時候會唱嗎 看我的狀況吧 如果我已經唱得很雅的時候 你忍心點歌的話 我只能收一首歌10萬 他們當然會覺得願意點 他們當然會願意啊 就一直唱一直唱 因為我當天也是我在台北的 台灣唯一一場的簽名會 所以我們先簽完再說吧 有人說 那如果我們今天很嗨了 那怎麼辦 很嗨了 就自己繼續 去KTV繼續唱我的歌就好啦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那天到現在 他有可能會繼續唱 不然的話 你比較去KTV點張志成的歌來唱 都有可能啊 你看他說你很狠心耶 大家都說你很狠心耶 什麼狠心 我有時候唱得捨不得走的時候 你們又沒有給我錢 哈哈哈哈 對啊 欸你真的好直接喔 啊不是 就是嗎 欸沒有啦 場地還是有場地的規則 那我們租的場地總是還有時間的限制 我盡量能夠唱什麼就唱什麼 還有人說 欸要不要臨時起義跳脫衣舞 在現場 應該不會吧 我不會自己一個人跳脫衣舞 要脫就全場一起脫 有本事就天體一起脫 欸這不錯耶 我是有膽量 隔壁的 隔壁的報紙 隔壁的報紙 隔壁應該不錯 裸體Party 裸體演唱會 就沒人敢嗎對不對 沒人敢啊 你剛才說寫正期還好 還好耶 還好耶 欸你要說大家一起喔 欸有人說了耶 全場一起脫不錯 你問那個Vicky Moe他敢不敢脫 Vicky Moe你敢脫嗎 Vicky Moe你敢脫嗎 Vicky Moe你敢脫嗎 他一定不敢喔 喔馬上上頭條 我不知道畫什麼 隨便啦 你到底畫好了沒 還沒 還沒耶 差不多了啦 差不多了好啦 你就拿起來 不知道是什麼 兩坨東西 他真的 我們說要以金玉良爺為創作概念 你知道小卡片 他真的是有金玉良這四個字 然後旁邊這兩個不知名的 這兩個是 就是 嗯 這個 這個 有色的荷包蛋 不是我覺得呢 這個 是那個 喔 那好啊 我們這邊還有張志成的簽名 簽名就好了 那這個也是在 好康送裡面 這個會在娛樂玩的好康送裡面 會送出這個小卡片 我是畫畫的吃叫滑吃 會有 欸自拍耶 我們還有自拍 我們好多禮物要送給網友 怎麼這麼好啊 趕快來 自拍 可以啊 這個要怎麼打開啊 你是科技人嗎 我不是耶 哈哈 這個東西 按下去有啦 這樣自拍就好 是嗎 這邊啦 這個可以這樣 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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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自拍啊 我們現在現場就自拍 是對這個鏡頭的 我記得 不然是對那個鏡頭吧 但是對這個鏡頭 烏騰騰的 還放在我胸口 熱騰騰的你看 各位網友們他剛剛自拍耶 他還放在他的胸口上磨蹭兩下 欸你不要把他磨壞了 待會兒就是上面沒有嫌疑 你是你的 待會被網友罵好不好 所以這兩個禮物 剛剛送裡面送出 然後 剛剛那個圍巾呢 剛剛 剛剛那個圍巾呢 會在娛樂玩的Facebook上面 送出剛剛的那個圍巾 好不好 然後我們 欸 欸真的有成型 還不錯 還不錯啊還有東西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以後到這邊後面來 我們好像有一些東西要宣傳 對不對 這邊有看到一個板子 當然就是我11月5號 禮拜六 這個禮拜六 晚上7點鐘 在 Legacy 就是華山藝文中心的中午館 嗯 有張志誠唯一一場的 In Love 張志誠 這個你愛上的張志誠 台北演唱會 音樂會 所以現在 如果你還想要來的話 當然在 年代售票系統 還有以下這些 Ibone啊 Live ET啊 全家 年代售票系統 對 所以年代售票系統 都可以買得到票 現場當然也會賣票 可是現場可能會比較貴一點 現場可能會比較貴一點 好 所以還沒有買票的觀眾們 各網友們 就是這個禮拜六了嘛對不對 就是這個禮拜六 所以還沒有購票的朋友們 趕快去購票好不好 這是在 張志誠在台北唯一的一場演唱會 嗯 也是簽唱會 也是簽唱會 當天會就是準備專輯 如果大家想要那個 擁有它的話 就 就自己隨便 好啊 我們最後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好不好 因為我們節目已經接近尾聲 有沒有 網友要問他什麼問題啊 有沒有 剛剛有很多人說要 聽你輕唱欸 要不要唱一下 已經唱過了嗎 沒有啦 剛剛是唱隨緣啊 我們現在要唱一下金魚兩人的歌曲啊 再見 是最好的金魚兩人 一句好了 才一句啊 我等一下要去錄影 要唱五首歌 太太會要唱五首歌 所以 他現在也有輕唱了 所以 聽不夠的人趕快去 說思念太丟臉 說明天太冒險 除非我們還有機會 跑進重圓 唱到這邊 嗚啊 非常的好 然後 如果呢 還聽不夠的朋友們 記得 十一月五號 禮拜六晚上的 七點鐘嗎 對 七點鐘 在Legacy 好不好 張智晨會在那邊跟你見面好不好 所有的消息可以 就到我們的皮革幫 或者是我官方的那個 部落格 大家可以看到 最新的消息 如果不懂的話 問我的歌迷 他們都會幫你們做 對 或者是 新消息 是的 好不好 那我們最後我們跟網友說聲 掰掰囉 然後要拿好康的東西 別忘了要去娛樂園 鎖定好康送 沒錯 送送送 好 那我們跟網友說聲掰掰囉 掰掰 掰掰 很多人說星期六見喔 那就星期六見 不見不散喔